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小编一直都好奇一件事情 周深每年发布至少50首的歌曲 听众会不会厌烦呢 毕竟哪哪都是周深的BGM 当小编看到这里瞬间知道了答案 这两天搜索周深的时候 看到大量周深的粉丝在安丽若梦这首歌曲 想想周深最近也没有相关的舞台表演 也没有歌手翻唱这首歌曲 怎么大家都提起它了 打开音乐软件 还发现这首歌曲出现在飙升榜的位置 一连串的疑问让小编越发想知道原因 原来是电视剧《星汉灿烂》虽然播出了 但是BOST歌曲并没有同步发布 有些网友就剪辑了男女主主角的片段 配上周深的若梦 就这样很多观众刷到这个片段的时候 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首歌 纷纷去音乐软件搜索这首歌曲 这才导致了这首很早就发布的歌曲 再次活跃在观众的视野当中 真的是应了那就话 谁都逃不掉周深的BGM 这样一操作 也让若梦的收藏量破百万 成为周深第二十八首破百万的作品 喜欢他的人 自然也会喜欢他的歌曲 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歌曲若梦与电视剧《星汉灿烂》的联动 不会是偶然的现象 他的每一首爱情主题的歌曲 都有很高的适配度 只是电视剧《星汉灿烂》比较火 两个都比较火地碰撞到一起 必将擦出绚烂的烟花 不要以为周深和电视剧《星汉灿烂》的联动 只有这么一点 不到最后绝对不要轻易下结论 小编怀疑观众都是拿放大镜来看电视剧的 竟然有观众发现 剧里面有一个和周深非常相像的群演 并且这个人物只出现了一个非常远的镜头 就这样都让观众给扒拉出来了 小编到怀疑看《星汉灿烂》的观众里面 有非常多周深的粉丝呢 要不然这样细微的细节怎么会被发现呢 这就是被大众熟知的结果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众人的关注 如果周深极其无名 那么也不会出现周深撞脸星汉灿烂群演的话题 周深的爆火必将会带来种种的惊喜 面对这种热闹的场面 他反而越来越自律 正能量持续不断地输出 实力的彰显都在诠释一个偶像该有的气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